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死亡之血2》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噩梦一般的雪山之旅 男主马丁的同伴被复活的纳粹僵尸屠杀之后 马丁与僵尸开始死亡斗争的故事 这部电影延伸到了第一部的故事 男主倒霉蛋逃脱僵尸们的围攻后在医院醒来 医生和警察用关爱之掌般的眼神 询问倒霉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倒霉蛋却一心关心他们有没有看到僵尸 这样大家很容易以为你是弱智 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竟然擅自将僵尸boss的断手 接到了倒霉蛋的手上 这也让他成功的给倒霉蛋送去了一血 倒霉蛋根本无法操控这只神之右手 而这边大boss布牙哥开始了他的杀戮之旅 由于要撞大军队完成生前未尽的使命 他杀了教堂的神父 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将死人转化为僵尸 这样我一口老血跟着吐了下来 原来这手还有这个用途 而小弟们的用途我算是看出来了 反正就是吐血杀人家万岁 拥有神之右手的倒霉蛋无法控制自己的右手 他杀出了医院 也杀掉了来看望自己的倒霉男孩 并通过这个男孩联系到了专业的僵尸小队 僵尸小队兴奋的赶到了挪威 说之音 这个僵尸小队看起来简直蠢蠢的 倒霉蛋来到了博物馆研究鲍雅哥 却撞见了鲍雅哥的杀戮表演 一番伪装过后成功的逃脱 他也终于能操控自己的黄金右手 一番表演也收获了一枚沙马特迷地 倒霉蛋意外的发现 自己也能复活僵尸的时候 僵尸小队在这个时候赶来了 他们告诉倒霉蛋 想要制服鲍雅哥 就要去唤醒能跟鲍雅哥对抗的人 而倒霉蛋正好拥有这个技能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行动了 沙马特和另外两个僵尸小队 眼睛妹和长发女的任务是 拖住鲍雅哥的军队 沙马特用他封丧的走位 成功引起了鲍雅哥的注意 把僵尸们引到了沼泽地里 僵尸和斧头哥来到了苏联战俘的埋葬地 倒霉蛋用一招盾地术 成功换出了苏联僵尸军队 胡兹哥一招认阻归宗 也让倒霉蛋直呼过瘾 倒霉蛋发现胡兹哥竟然听谬于自己 于是他率领战俘僵尸与纳粹僵尸会面 一场僵尸大战 僵尸的好戏终于要上演了 谁能想到纳粹小队这边 竟然还有一个 能把任何东西装在僵尸身上的 Bug一生存在 沙马特一行人的赶来 让战斗如火如荼 沙马特意外地领了便当 在倒霉蛋和斧头哥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用大炮轰死了鲍牙哥 鲍牙哥终于领了便当 鲍牙哥死后 他的军队也跟着灭亡了 这场战斗 倒霉蛋一行人取得了胜利 电影的最后 倒霉蛋用自己的能力 复活了已经被僵尸杀死的女友 申请对视后 两个人在车里 玩起了僵尸和人类的人体研究实验 这部电影想告诉我们的是 真爱恒久远 一必永留存 只要功夫深 将尸也磨人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